北京时间1月20日立地消息 新宿宴WTT男单16进8淘汰赛 许欣3-1逆转击败赵白月应子豪 在0-1落后情况下 许欣完成大逆转 赛后 许欣没有庆祝 这场比赛 许欣赢得很轻松 赛后 他淡定和对手碰球拍 许欣是国平老将 和刘诗文马龙一样 他们都很难参加巴黎奥运会了 毕竟年龄摆在这里 最近 三位老将的活动都很多 许欣的家庭负担最重 他现在有两个小孩 其中 许欣的第二个孩子不到半岁 许欣的对手是赵子豪 颇具实力的球员 也是他的师弟 第一局 赵子豪进入状态更快 经过一番缠斗 赵子豪11-8先胜一局 第二局 许欣碾压对手 随着分差不断被拉开 赵子豪也有一些放弃了 11-3 许欣轻松扳回一城 第三局 许欣6-2开局 形势大好 但此后 许欣被追到6-6 关键时刻 许欣连得4分 10-6拿到局点 赵子豪不服气 追到8-10 队中 许欣还是依靠强大的正手 拿到制胜一分 11-8 许欣大比分2-1领先 第四局 许欣3-0开局 赵子豪拿许欣的正手 毫无办法 很快 赵子豪喊暂停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面对师哥许欣 赵子豪需要更大胆一些 可惜 赵子豪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许欣6-2领先 一步步逼近胜利 11-3 许欣大比分3-1逆转取胜 本次比赛 许欣和刘诗文都被是做老将 两人也会搭档参加混双 但如今在单打比赛中 两人都齐开得胜 表现让人欣慰 老将不老 许欣击败的是赵子豪 刘诗文击败的是王毅迪 赵子豪和王毅迪都是当打之年的球员 但两位老将状态可圈可点